华联县老人会日前办理市长杯歌唱锦标赛 分长青长寿两组共42名会员以格会友 最后由林成全以及江青妹分别获得长青长寿组第一名 县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感谢华联市长魏嘉贤支持举办歌唱活动 拓展长者社交生活也提升生活的乐趣 华联县老人会日前举办市长杯歌唱锦标赛 分长青长寿两组共42名会员以格会友 并广耀华联市老人会吉安湘老人会以及瑞穗香老人会的长者们共同参赛 市长魏嘉贤也到场关心希望拓展每一位长者社交生活 享受生活也提升生活趣味 在里面我们非常谢谢高明星理事长长期以来推动相关的一个老人活动 那也让所有的长辈可以开心放心的齐聚一堂 那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生活都变得非常紧绷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长者能够抒发自己的压力之外 也可以借由这样子一个联谊机会有更好的一个友谊 那在此华联市公所也会持续的办理相关长辈的一些活动 让所有长辈都能够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最后由林辰辰与江青妹分别获得长青组与长寿组的第一名 黄林县老人会除了有卡拉OK也有撞球及桌球设备 魏嘉贤表示未来会持续支持举办歌唱比赛 邀请更多长者一起来同欢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道